張偉健和李小鵬這天出席慈善活動 去年Dicky會找拍攝的劇集《大歲歌》 本來說是台興劇 不過現在就沒有播到 洪榮城就說有可能是12月播 Dicky又有沒有收到封呢? 我不知道 那我一會問問Tony哥 一會問問Tony哥是不是 其實對我來說 幾時播都是一樣的 對我來說 在辛苦的拍攝當中 我的想法是很純粹 我是希望用廣東話 整部戲都是用廣東話 來拍一部劇 來給一些聽廣東話的朋友 因為他們很久沒有聽過我講廣東話 來演戲 所以我是希望用廣東話去演一部戲 原來我也希望 因為我始終 我肚生肚長 希望可以 不只是香港 希望可以透過一部戲 可以帶給大家一些歡樂 李小鵬說 今年會帶一對子女參加 她有帶讚女女好 有體操天分 我覺得我女兒一定有遺傳體操的天賦 因為帶她去到體操房 她都玩得很開心 而且每一個項目 讓她去參與 去練的時候 我看著她 我都覺得 不練體操有點可惜 沒有基於這樣的期望 只是希望她能夠去參與體育 去玩 然後自己感興趣 但是如果她自己喜歡 我會支持她 太多了